你 上官纸 大人 你怎么来了 刚刚看你走得那样匆忙 担心你没带银子 毕竟我答应过你哥哥 又好好照顾你 这就是你要买的女子之屋 是 不过这都是些俗物凡品 也没什么好看的 小姐 您要的首饰马上就到 包你满意 这不是潘大人吗 实景 实景 看都没看 怎么知道 没有满意的 小姐 请长眼 还是让你看我 比不太大 还有你 并像这一块银子 一个五鹿 一肯 就有一股银子 我看 这个海棠猪花簪 才配得上上官小姐 来 我帮你试带 怎么 不喜欢 那是东西 没有 你让我去 帮我来 我和你 帮我来 你让我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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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回 带个簪子而已 怎么如此紧张 你觉得如何 盼大人好眼光 病上海棠 轻雅别致 好看倒是好看 不过海棠又名段长华 听起来不太吉利 尤其是这三挺这么细 万一扎破头皮 岂不是太危险了 这 这 这潘大人 您说笑了不是 这女子从小到大 最惯用的就是这个簪 怎么会如此不小心哪 看来 上官小姐对你们的首饰 并不是很美 你专程来逛 为何一件都不买 那个海棠珠花簪 它是挺好的 但我总不能天天顶着当差吧 而且还那么贵 我替大人省钱不好吗 你是省钱 还是没有找到你想要的金针啊 我检查过杨采薇的尸体 他头顶有一个伤口 还有你检查过的痕迹 我也知道 你找刘捕快打听过金针凶器之事 就是那种 细如奴毛的金针 你来这里 又只看金石 去把你们家最好的金石拿来瞧瞧 还不够明显吗 上官旨 藏匿政务 妨碍公务 最可大可小 我 你想清楚了